首先香港的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要考虑空间 有些人如果住村屋也要考虑上不上楼 如果你选了一部很大的楼梯通常都有限制 要考虑你的环境尺寸 第二个当然很重要是budget 当然有人选择琴很喜欢牌子 牌子若你自己不认识琴的时候 牌子有名气和信心 但实质来说很专业的人士选择琴 讲到底他们都是选择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选择声,声当然要漂亮 通不通透,量不量力 口声当然好过尖薄声 通透那些好过闷闷的不太出的声 还有共鸣度是声音的last比较长些 好像回档很久的 可以keep很久的 音版多数都是用云叉或者松木 这些都是比较松透共鸣的声音 比较漂亮的 第二个就是说touch 说手感好不好 当然这个跟里面的结构和材料 都有不同的级数的 有不同的设计的 例如我们用楼 在德国有两个名牌子的楼 那些都是一个质素里面都是比较高的 除了有德国的东西 也有英国牌子 也有日本牌子 韩国 或者其他牌子 在楼里面我们也有不同的级数的东西 有些是很简单 只是一个白胸白木的 没有Under的胸 也有些是用红木的 又漂亮些的 尺寸是有他们一般的高度 一般现在国际标准是10多 108 108cm高的代表 112代表112 这些属于矮些的架 中琴有116、118、120 高琴是12多 130、132 这些属于高琴 当然不只是说 大部那部一定比小的 有些质素漂亮的 好像HiFi一样 小小的喇叭可以很漂亮 但价钱一定不会太便宜